大家好,我是小红 阅读前请您动动手指点点订阅 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 女人对一个男人动情了 她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情感 肯定会主动打开某些禁区 比如她的身体会很诚实 总是不经意间靠近你 想和你有更亲密的接触 或者她会敞开心扉 和你诉说过往的经历 以及情感上的很多秘密 甚至她会全身心投入到生活当中 用心照顾你 给你最温暖的感受 这都是对你动情的信号 男人跟女人相处 一定要多观察她的举动 若是发现她心里喜欢你 就别错过了 一定要抓住机会 大胆表白 只要你真心疼惜她 只要你真心疼惜她 主动给她安稳的生活 她肯定会坚定地爱你 和你共赴一生 说到底 中年女人动情了 会主动释放这三个信号 别后知后绝 一 身体会主动靠近你 不排斥肢体接触 女人爱不爱你 身体反应最诚实 当她的身体主动靠近你 说明想跟你发展亲密关系 跟你相处时 她不会排斥肢体接触 对你特别放心 有意给你机会触碰她 比如她会主动在你面前放得开 总是不经意间触碰你的手 想和你手牵手 共享甜蜜的一刻 再比如 她每次和你单独相处 都会故意挨在你身边 让你有更多的机会 触碰她的身体 就算你拥抱她 她也不会生气 心里已经默许了暧昧 这就是动情的直接体现 一个女人不排斥肢体接触 说明对你是真爱 只要你真心实意来疼惜她 她就会坚定地和你恋爱结婚 朋友赵小姐和男朋友认识后 她心里特别喜欢 经常幻想浪漫的爱情 于是她没事就会找男朋友聊天 有意和她深入了解 表现得特别热情和坦诚 每当看到男朋友走过来 她心里就乐开了花 看她的眼神特别温柔 忍不住就会向男朋友靠过去 随着交往的深入 她和男朋友关系越来越亲近 有了很多单独相处的机会 这时她会故意挨着男朋友的肩膀 只要男朋友转身 就会跟她撞个满怀 有时候两个人拥抱在一起 双方都很动情 交往三个月后 男朋友和她开玩笑时 亲吻了一下她的脸 她也没有生气 而是默许了她的过分行为 就这样 双方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 成为了令大家羡慕的情侣 所以女人一旦主动 打开身体上的开关 默许和你发生肢体接触 说明她是真的动情了 男人稍微主动点 就能拥有美好的爱情 二 主动跟你诉说情感往事 让你深入了解她 女人对你动了真情 她会表现得特别坦诚 只要在你面前 就会有很强的分享欲 她会主动诉说自己的情感往事 以便于让你深入了解她 从而顺利产生感情 比如她以前谈过几次恋爱 和前男友有没有同居过 以及后来如何分手了等等 这些情感隐私 女人没有隐瞒 说明她是真心爱你 再比如 她会有意试探你的心思 问你对爱情有什么期许 甚至会问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 这都是她想跟你发展关系的信号 男人跟女人交往 一旦发现 她经常跟你分享情感上的隐私 以及心里的小秘密 就别迟疑 以免措失良缘 一个女人 敢把自己的过往经历告诉你 无非是为了打消你的顾虑 想和你发生亲密的关系 男人遇到了就别错过 三 主动照顾你 让你的生活更舒适 女人动了真感情 她心里已经做好了 跟你长期发展关系的准备 只要你不辜负她 她就会坚定地选择你 因此在生活中 她会主动照顾你 让你的生活更加舒适 过得更加开心 比如 她会定期帮你收拾房子 打扫卫生 让居住的环境变得更好 更加舒适和安宁 再比如 她会主动买菜 为你做丰盛的饭菜 让你的一日三餐 更加有规律 一个女人 肯放下矜持 主动操心你的生活 说明 她是真的想和你深入发展 只要对她负责 不辜负她对你的一片痴情 她肯定会爱你一辈子 就算遇到比你更优秀的男人 她也不会离开 而是和你携手走入未来 情感寄予 总结来说 中年女人 动情了 会主动释放 这三个信号 身体会主动靠近你 不排斥肢体接触 主动跟你 诉说情感往事 让你深入了解它 主动照顾你 让你的生活 更舒适 不管什么样的女人 只要真心爱你 她都会放下矜持和顾虑 心甘情愿地和你共服爱河 在你面前 她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你 但是 她会不断地向你传达 这些情感上的信号 这就是她动情的表现 男人 男人遇到了这样爱你的女人 千万别错过 只要你用心疼惜她 给她安稳地生活 她就会和你相依相伴 一辈子 不离不弃 希望每个男人都能遇见真爱 彼此同心 共同付出 相信未来会更加美好 更加幸福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儿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欢迎给我点赞评论 也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